家里的沙窗好好的 蚊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前面我们了解过 蚊子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的 那对于普通的我们来说 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 你都难以彻底摆脱蚊子 那既然摆脱不了 我们就防着它 那这样就有了物理防蚊和化学防蚊 那今天讨论的内容呢 是跟物理防蚊是相关的 确实合格的沙窗能够防住大部分的蚊子 沙窗上的沙网它的网孔足够小 就能把大部分的蚊子拒之窗外 另外沙窗的安装是否到位 比如说沙窗与门窗之间的缝隙 特别是后面加装的沙窗 如果缝隙超过5毫米 就很有可能让蚊虫爬进家里面 所以我们要对沙窗的安装情况进行检查 如果缝隙过大 那我们就要在沙窗的内侧 加装密封毛条进行防蚊 那这个毛条除了防蚊虫的作用外呢 还有防尘隔音的功能 另外我们还需要检查门窗的排水口 隐藏室的排水口 也是蚊虫进入室内的通道 这里我们可以贴排水口的防蚊贴 在不影响门窗排水性能的前提下 防止蚊虫入内 那除了检查窗户 还需要检查以下这几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是洗手盆跟洗菜盆的下水道 因为下水道的环境 通常都是比较阴暗潮湿的 有时候会有食物残渣 为虫子蚊子等生物提供了生存繁衍的空间 等它们长到之后呢 就会顺着管道飞到家里面 所以不怎么使用的下水道尽量封闭 或者偶尔用烧开的水冲一下 另外还有空调管道口等等 这些都是蚊虫进入家里面的通道 那这种情况呢 可以使用密封浆泥 将这些缝气堵起来 第二 地露 家里面的地露时不时会爬出 蟑螂 飞银 蚊子等等 都是非常繁荣的 这里可以使用地露贴 可以预防蚊虫从这些地方爬出来 还能防止毛发等杂物堵塞地露和下水道 地举多得 第三 排气扇 抽油烟机等等 这些电器在不工作的时候 蚊虫就会通过这些排气口进入室内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排气上防蚊贴 防止蚊虫入内 第四 蚊子很有可能也会坐电梯 然后大摇大摆地跟着你从家门飞进去 即使你家里面坐在入户沙门 蚊子也会趁你开门的时候溜进去 因此需要确保沙门在不出入的时候保持关闭 第五就是你家里面任何可以蓄水的位置 比如说花盆的托盘 还有就是水中植物的容器 孩子的玩具等等 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滋生蚊虫的温床 而且我们之前也提过 只要环境合适 只需要一瓶盖的水量和几滴血 蚊子就能够繁殖二十天的时间 蚊子就能从雾卵变成成虫 这就为什么老叫到我们呢 居家生活就要经常清理积水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 假如你的朋友也有被蚊子困扰的问题 可以转发给他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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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